今天一個天氣重點 大家有沒有看到 其實雖然說陽光出來了 但是好像灰蒙蒙的 當然一方面是因為空氣污染 另外一方面提醒大家 今天有霧 目前來講 嘉義在農務特報的範圍當中 能見度不到200米 整個西半部地區 都像你現在畫面上看到一樣 或多或少有一些輕霧的狀況 所以還是要提醒大家開車騎車 小心慢行之外 如果有需要 那你就要特別開燈了 這個霧的部分提醒大家注意 再來就是溫度了 一起來看看 其實現在這個溫度 吃砂鍋魚頭好像還OK 但請你注意 因為今天中午的時候 溫度會比昨天還要再來得高一些 現在在這個中部地區 看起來輻射冷卻 還是有在發威的 平均來講13度 那最低的溫度剛才 板橋 淡水 大概是12.9度 13.1度左右 13.1的是淡水 所以冷的感覺早上還是有 晚上其實也還是冷 所以提醒大家 早晚該做好保暖工作 還是要注意 再來我們就要看看地面天氣圖 今天來講這個風向 真的很明顯的是吹冬風 所以白天的溫度就會比昨天 還要再來得高一些 明天還會更熱 因為明天吹的是東南風 所以明天搞不好 真的會有一種熱的感覺了 那星期六卻突然有一個變天的轉變 是從會有一股東北季風下來 那北部跟這個東半部地區感受上來講 會比較明顯 那未來四天的整個天氣預報 我們一起來看看 首先在今天的部分 今天北部地區是12到26度 溫差好大 南部地區甚至上看到27度 也都是屬於溫差比較大的狀況 那明天就像我剛剛提到的 其實低溫的部分 會比今天再回升一些 就是明天看起來 浮射冷卻的狀況 會比較這個 沒有像今天這麼樣的明顯 但是因為今明兩天 都是溫暖的好天氣 大家可以好好把握一下 那星期六星期天 中南部當然都還是持續穩定 但是北部東半部地區呢 因為受到我剛剛提到 一小小的東北季風的影響 星期六這一天 看起來就會有一些下雨的狀況 然後你看高溫的部分 跟前一天比起來 其實是有調 平均來講大概是這樣2到4度 那星期天氣溫會回來 但是可能一下子還沒有辦法 變得就是很晴朗的一個感覺 所以這個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要注意一下這個就休假期 如果你有安排戶外遊玩的行程的話 願意這樣看一下這個天氣 那下個星期看起來天氣 可能會有一些變化 恐怕會變得比較差一些些 但目前來講 我們這個預報還有變動 我們隨時來關心一下 再來就是空氣品質的部分了 今天整體的空氣品質 非常的不好 高屏跟雲嘉南 其實懸浮威力的指標 都差不多已經自爆了 所以提醒大家口罩 已經好久沒有5個口罩了 雲嘉南跟高屏一定要注意 中部地區其實也是4 也都很糟糕 北部今天其實空氣品質也很差 甚至包括連宜蘭 今天口罩指數都是2了唷 所以宜蘭的觀眾朋友也要注意一下 天氣好 空氣品質其實真的就很不好 所以在這個部分 過敏氣喘也好 或是其實你就算沒有過敏氣喘 但如果懸浮威力的污染真的很嚴重 口罩還是要隨身注意 在今天到明天這一段時間 口罩指數特別的重要了 把時間趕快交還給燕營囉